1978年在华国锋亲自主持的政治会议上,陈云等人率先提出了为彭德怀平反的事情,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,华国锋不禁问到邓小平同志,当年你不是也反对彭德怀吗?现在要给彭德怀平反,这不是承认了当时自己的错误吗?这件事情让华国锋百思不得解,为什么会让本来反对彭德怀的邓小平同意平反,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? 1978年随着四人帮的覆灭,民众中要求平反,冤案错案的呼声越来越高,于是彭德怀的侄女,彭梅奎多次前往黄克城,杨尚坤等老战友的家中,希望他们能向中央反映彭德怀的情况,从而促使中央重新审查彭德怀一案,与此同时彭德怀的另一位侄女彭刚,写了一封申诉信给王震,看完信后王震稍作修改,并要求他将信交给邓小平, 彭刚知道邓小平刚刚复出,并提出要重审之前的冤假错案,这个时候将这封信交给他无疑是最佳选择,于是华国锋在1978年11月,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,陈云提出了六个重要问题,其中就包括有关彭德怀的问题,考虑到彭德怀案件, 涉及重大历史问题,因此在会上,中央领导人对此仍存在疑虑,然而在陈云发言结束后,邓小平毅然决然支持,重新审理彭德怀一案,为彭德怀平反昭雪。 华国锋和汪东兴,则表达慎重态度,先查验相关案情和材料,了解具体问题后,再采取下一步行动,随后汪东兴要人拿来案件材料,并仔细阅读,突然他发现其中,还有一篇邓小平批判彭德怀的文章, 紧接着汪东兴将这篇文章交给了华国锋,华国锋细致的阅读后,抬头对邓小平说,你曾经反对彭德怀,现在却决意平反他,这不是自相矛盾吗? 人们本以为邓小平会不知所措的尴尬起来,但出人意外的是,他并未辩解或解释,反而淡然承认错误,他说确实,当年我反对彭德怀同志,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了,彭德怀同志的正确性, 错误在我们身上,现在事实已经摆在这里,为什么我们还要坚持错误,不给彭德怀同志招雪呢? 现在要给彭德怀平反,这不是承认了当时自己的错误吗?为什么会让本来反对彭德怀的邓小平同意平反,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? 华国锋等人立即拿出这份尘封已久的案卷,全神贯注地审阅了一遍,在这个过程中,华国锋对一件事感到非常困惑, 当年批判彭德怀的文章是邓小平亲自写的,他凝视着案卷,满脸疑惑地说道,邓小平同志当年也是反对彭德怀的,这不是自相矛盾吗? 无奈之下只得亲自向邓小平询问事情的来龙去脉,幸运的是邓小平,是一个坦率正直的人,他坦言道我曾经说过,我和彭总一样都犯过错误,当年我确实反对彭总,但是事实证明,他是正确的而我错了,因此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改正这个错误。 经过邓小平的解释,华国锋终于明白了,他的良苦用心,人无完人谁能保证,一生没有犯错呢? 犯错并不可怕,但又有几个人像邓小平一样,能够以光明磊落的态度面对错误呢? 在邓小平以及其他人的努力推动下,彭德怀终于得到平反,他的名誉也重建了起来,尽管此时离彭德怀去世,已经过去四年,但作为新中国的元帅,他应该有相应的葬礼仪式,然而此时大家发现,彭德怀的骨灰不见了,最后才从彭德怀的夫人条安修那里得知,他的骨灰存放在了四川,于是1978年12月的某个上午,雾气刚刚散去的成都平原, 接待了一架远道而来的飞机,他们目的明确静置前往四川省委,见到省委副秘书长张振亚后,毫不犹豫地递给了他中央带来的第40号韩剑,张振亚读完这封韩剑后大吃一惊,万万没想到这两位同志,竟然是前来要求彭德怀骨灰的,他从来没有听说过,彭德怀的骨灰在成都,直到来人提起王川,他才记起曾经有这样一个名字,当时是在1974年, 也是一架类似的飞机上有两名军人,他们当时把王川的骨灰交给了他,然而谁能想到,那竟然是备受敬仰的彭老总的骨灰,那么当时在北京逝世的彭德怀,他的骨灰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,又为什么要化名为王川呢? 现在要给彭德怀平反,这不是承认了当时自己的错误吗? 为什么会让本来,反对彭德怀的邓小平同意平反? 为什么邓小平会选择,和曾经不同的方向呢? 原来彭德怀逝世后不久,几名军人按照周总理的命令秘密,前往四川他们代表周总理,会见了四川省委的三位干部,并传达了来自周总理的严格指示。 他们携带的骨灰盒必须放在四川,上面标有化名王川,周总理对骨灰盒的存放,给出了16字指示,精心保管时长检查,不准换盒不可转移,根据周总理的要求,除非得到中央批准,其他人都不能动这个骨灰盒,实际上这个骨灰盒里,装着的是彭德怀的骨灰,周总理意识到,彭德怀仍然处于风险之中,为了确保彭德怀能够得到合适的安葬, 他决定将彭德怀的骨灰秘密运往四川,待风波平息后再正式安葬,然而在周总理离世之前,他并未能完成这一任务,因此这个骨灰盒成为一个被封存的秘密,终于彭德怀骨灰的去向,有了解决方案,邓小平对他的老战友感到很高兴,在邓小平的指示下,12月22日携带彭德怀骨灰的飞机抵达北京,这天晚上北京城灯火通明,为彭德怀举行欢迎仪式, 经过四年的等待,人们终于能够表达对彭德怀的哀思,从1974年到1978年,整整四年时间过去了,当天回到北京,普通民众涌上街头,天安门广场灯火辉煌,超过200名军人, 整齐地站在两侧,人群中传来哭泣声,彭德怀的骨灰盒,在北京机场上空盘旋一圈后,前往北京西苑机场,次日彭德怀的追悼会,在人民大会堂举行,邓小平,华国锋等人亲临现场,向这位国家英雄致以最高的敬意, 彭德怀同志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革命斗争,他始终以严肃的态度投身其中,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,他南征北战,面对各种艰险与困难,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,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以及保卫,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,做出了卓越的贡献,彭德怀的一生,就是一份革命的履历, 他忠诚于党,忠诚于人民